日藩古东狮狼是护亭十三队中最年轻的人童 因为他是最年轻的队长 而且还达到队长级别的实力成为十番队队长 他非常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职位 并且表现出符合期望的责任态度 要知道成为一名队长所需的条件之一 是必须掌握万劫 也就是斩破刀的第二次解放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 万劫是一种强大的能力 死神至少要费超过十年的时间才能学习和掌握 而在故事前期 东狮狼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不完整版本的万劫 直到后期故事才揭示了他尚未展现的更高层次的万劫 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讨论故事中东狮狼的完整万劫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当酒保揭露出东狮狼的万劫形态后 有些粉丝批评他的万劫 有些人说他解放万劫后感觉好像没什么区别 然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我们仔细阅读了东狮狼解放万劫说的每一句话 就会发现其实他早在以前就说过 他的万劫还未成熟 最早暗示说是在漫画359话 当时东狮狼使出天象丛林 是冰轮丸的基本能力之一 使他能够控制附近的天气 该能力在石解还是万劫中都可以使用 然而东狮狼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的力量还不够成熟 所以在万劫状态下 他并不想使用这种能力 因为他没有自信可以完全控制 他担心会意外伤害到附近的同伴 接下来在漫画538话 在这里他有一段内心独白 他说在蓝忍战后彻底断裂万劫 在长达18个月的艰苦训练中 他不懈努力最终到能够称为真万劫的程度 然而万劫却被灭却时夺去了 所以东狮狼就已经告诉我们 在千年血战片之前 他的万劫实际上并不完整 在之前很多人对于 万劫大红莲冰轮丸只是比较帅气 往往将他视为比较普通的等级的万劫 特别是和其他队长的万劫相比较 大红莲冰轮丸看起来比其他队长弱 首先大红莲冰轮丸的招式大部分 都与师姐冰轮丸相似 万劫只是有一些明显的表面变化 东狮狼在几个场合中显示出 对自己力量的不满 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大红莲冰轮丸丸似乎没有太多可施展的技能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在战斗中常常挣扎 并且无法像其他角色一样取得胜利 经常都是失败告终 因此他的人气角色也在故事中不断地下降 直到千年血战片 九宝再次让东狮狼复活在大家眼前 在千年血战片中 有许多角色揭示他们的万劫 包括卯之花 山本总队长 还有一户和炼刺也绝景自己的真万劫 甚至连聂简历也有新的改造万劫 千年血战片中可以说 把万劫又带到另一个层次 他们把万劫推到最高峰 完全展现出万劫的实力 但东狮狼的情况就不一样 他虽然觉醒万劫 但他的万劫其实还未成熟 他不同于疑惑和炼刺的假万劫 东狮狼是真的但还未成形而已 东狮狼的特殊状况 可以归因于他的年龄和神童的关系 虽然他在他目前的年龄 已经比任何其他死神都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他的迅速晋升为队长的事实 证明了他的能力和潜力 管他有卓越的成就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 他仍然是一个年轻的死神 尚未达到他的全部潜力 所以九宝才会在后期给东狮狼机会 去发挥他的万劫的全部潜力 东狮狼第一次解放万劫 是在漫画《一百七十八》 万劫状态下的东狮狼 让兵从兵龙丸上流向他的身体 从右手臂开始形成一条龙头 环绕他的剑手 并覆盖整把剑笔 他的手和脚也会变成兵爪 此外两个大型的兵翼 和一条兵尾巴 还会从他的背部形成 有趣的是 他的万劫还有一个特殊功能 身后的三朵有四片花瓣的冰花 这些冰花会随着战斗的进行 逐渐消失 直到最后一片花瓣掉落 万劫就完成了 在不完整万劫状态下 东狮狼的万劫 可以冻结他周围的一切 包括周围的环境和附近的人 其实这些能力与十解的效果一样 在万劫状态下的东狮狼 拥有超强的治愈能力 在漫画《二百三十四》画中 他在对抗破面卢比时遭到创伤 但就算碎了 只要有水存在于大气中时 他的万劫可以持续复活 在漫画《三百五十五》画 对战破灭赫利贝尔 他还可以使用残兵人偶 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兵 并塑造成他的模样 残兵人偶会非常的逼真 甚至受伤会看起来像在流血 他通常只能用他欺骗对手一次 所以他通常会在战斗快结束时 才使用它 他最强的招式是冰天百花丧 此能力是冰龙丸的天象丛林的延伸 需要在云层中创造一个洞口 让雪花落在对手身上 当雪花与目标结束时 全身开始冒出冰花 瞬间将对方困在冰煮之中 东施郎声称 当一百片花瓣落下最后一片时 触摸到他的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 东施郎的成熟度已经超出他的年龄 他对自己万姐被夺仪式的反应就是明正的 在漫画538话中 当他准备应对下一次灭却师再次入侵时 他提醒自己要放下已经失去的一切 不要再去想万姐会回到手上的白日梦 他意识到万姐被夺后不能再依赖他 他将自己的正能量传化为 磨练基本战斗技能和实践上 他的态度和行为正是东施郎被视为天才神童的原因 失去他的万姐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明白沉迷于过去和失去的事情 不会帮助他向前迈进或实现他的目标 相反他专注于他能够掌控的事情 努力改进他现有的能力 展现出他非凡的成熟度和坚定的精力 集中精力在需要做的事情上 不耽搁于失去的东西 在前期的时候 很多人在讨论东施郎万姐身后的花瓣 许多人认为是显示东施郎使用万姐的时间长短的指标 毕竟东施郎使用大红莲冰龙丸的时间越长 身后的冰花瓣就会消失 这让他的同伴和敌人视为一个重大缺陷 然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个物质 这些花瓣并不是倒数计时东施郎万姐的结束 在漫画670画在与灭雀石杰拉德战斗 东施郎被白灾认为已经达到极限了 因为白灾认为东施郎身后落下的花瓣 表住他胜余的力量 然而当东施郎结实极限还未到达 落下的花瓣象征住他的万姐大红莲冰龙丸完成了 大红莲冰龙丸的最终形态的揭示令人惊讶 东施郎转化为成年形态 东施郎说是因为他的力量还不够成熟 无法将冰龙丸完全操控自如 不知是不是因为如此 完全大红莲冰龙丸王后会稍微老化一些 他其实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形态 在漫画673画中 当炼刺和露西亚看到东施郎时 炼刺误认他是东施郎的哥哥 而东施郎也赞同炼刺的说的话 他甚至懒得去说明事情 随着他年龄增长 他的外观变得更高 肩膀 前臂和膝盖覆盖着兵 当杰拉德向他发射盾牌时 东施郎轻易地冻结了盾牌 并且当杰拉德徒用他的超大刀 弹到他时 他也同样冻结了它 之后他更是用手一挥 轻松地将被冻结的刀劈成了两半 并表示一旦物体被冻结 他就无法正常运作 如果有人在日藩谷处于这种形态时 接触到他们也会被瞬间冻结 当杰拉德准备使用灭雀石攻势 东施郎发动四届结兵 将四部范围内的空间 一切地水火风都冻结 在漫画672话 当杰拉德被击败之后 东施郎看起来非常疲惫 白在及时扶住他 并还说东施郎的万解非常强迫身体 东施郎也承认说自己也差不多到极限 完整的大红年冰龙丸威力 无法与其普通版本相比 毕竟在这种形态下 东施郎只需举手一个简单的手势 就能完全冻结极英里半径内的任何东西 而且被冻结的物体将失去任何效果或能力 基本上变成一个简单的冰块 他的力量非常强大 如果他不小心使用 很容易伤害到他的盟友 就像山本总队长的万解一样 这意味着东施郎的万解之所以看起来这么平庸 只是因为这个万解在前期一直被削弱 东施郎当时完全无法驾驭 但事实上大红年冰龙丸威在故事中 是最强大的万解之一 也是兵系斩破刀中最强的 那么你们对于大红年冰龙丸的印象是怎么样 你们觉得他的完全万解真的那么强大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